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 全國各地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密 兩岸大事國際政經軍事脈動 深度剖析打開視野 今天節目一開始 先歡迎嘉賓參與討論 首先歡迎中華戰略學會資深研究員張靜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指示評論員王上志上志哥 思密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還有軍情與航空網站主編施夏威主編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晚安 觀眾朋友今天節目一開始 我們趕緊來關心的是烏惡的戰爭當中 這一次我們要特別來注意到一個角色 就是北約國家目前這幾國的 在這當中的角色 我們先來看到的是來自於紐約時報 在5月16號這一天的一個最新報導 說北約組織盟國恐怕接下來會派軍人 到烏克蘭當地去訓練烏軍 這樣子的一個舉動 我們可以看到在模糊了先前的舉動 我們現在擔心的是 他未來歐盟北約 北約這些國家可能就會更進一步的 可能參與在這個戰事當中 那報導我們先來看到的是第一個 關注的國家法國是派出了150名的外籍兵團 第三步兵團士兵是已經抵達到烏克蘭了 而且當中根據了解都是炮兵 接下來根據了解還會有另外1500名的這些外籍兵團 持續到當地去增援 看完法國的角色 北約國家的其他國家我們來看到的是波蘭 羅馬尼亞還有一個國家德國則是比較不一樣 他們派的是訓練人員到烏克蘭當地去 那針對這些舉動這些北約的國家說 這些都是個別國家的舉動跟我們不相關 那也不構成北約跟俄羅斯一個交戰的條件 好先請教夏偉哥如何看 我們看到這個法國總統馬克宏到現在態度上都還是相對比較鷹派 那其他國家他也表明了北約其他國家說這個不構成不代表我們 也不構成我們跟他交戰 您如何解讀馬克宏的這個派兵論 好其實馬克宏的這個派兵論 因為很簡單法國有一個叫外籍兵團 今天他真的把這個外籍兵團派進去了 然後你們這些人所有人現在通通從法國外籍兵團中退伍 然後原地原建制另外成為變成一個這個烏克蘭叉叉自由兵團等等之類的 能不能做到可以 那你說法國有沒有派兵好像有派兵 但是你說他跟法國有沒有直接的關係感覺又不是那麼的直接 所以當然法國因為在這件事情上來講 他的確有這樣一個外籍兵團的這樣一個優勢 所以他可以用這樣的操作的方式 但是我覺得今天你看到以北約的其他的這些會員國的態度來說 這些國家你說他們有沒有派遣人員在烏克蘭境內有 因為你看現在北約這些國家提供了烏克蘭這麼多的武器裝備 包含戰車戰機等等 這些不管是訓練或是維修都需要有人員在限地進行 不然的話你看像這個戰車如果在戰場上有損傷 如果你還能來得及撤回來的話 那當然一定要有原廠的這些技術人員進行維修 因為以現在烏克蘭的人力來講 他現在能夠榨出來的人力大概都會把它編成作戰部隊送到前線去 所以這種後勤或支援這種單位或甚至於你看還有很多部隊是處於一個換裝狀態 也就是說他那個接裝了但是他還要經過這些一定程度的訓練 才能夠達到有一個基本上的戰力的時候 這個時候外籍顧問都是不可或缺的 像我們中華民國空軍甚至於海軍接收這個星艦等等 也都是需要有外籍的這種我們叫做技術顧問或是記帶 在限地或現場來幫忙進行操作跟訓練 這種東西其實是在你如果說只要有這種武器的這種提供上面來說都無法避免 但是當然你說以這個外籍兵團的這個形式 那我真的覺得就是說馬克宏你說有沒有派遣 我覺得即便是他們真的有把他們現有的這個外籍兵團的人員派駐到這個烏克蘭 然後但是我相信他在建制上來說他一定要做一些調整 因為外籍兵團的特色就是他本身都是外國人 他是跟法國人簽約的然後成為法國人中的一個外國人部隊 那這個時候如果說今天他運用政策上 雖然說好我們先把你派到烏克蘭 那我們就跟你某種程度來說解約 就像很多我們國軍裡面的那些美語教士美語家教 他們很多人有些可能是用休假的形式 那有些可能如果來的這個時間要長的話 可能就會用這個戰時這個退役的這樣的方式 但是等到就當然這種事你要事先就要講清楚 等到有一天你這邊台灣的工作結束了回美國 你要重新再恢復現意這種東西事先都要講清楚 那這個時候法國的外籍兵團就極有可能用這樣的方式 讓他的人員轉移到烏克蘭去 但是你說這些人是不是直接實際參與戰鬥 因為如果這些人本身是外籍兵團 然後後面進到了這個烏克蘭之後 就變成自由叉叉旅之後對不對 要打仗真的被俄軍打到了 或是說真的被俄軍服務了 相對來說他們也沒有真平實據 就是說你就是北約好介入這樣的這個 或是法國直接介入烏克蘭內戰的這樣一個 烏克蘭戰爭的這樣一個證據 所以整體來說你說有沒有 我覺得馬克宏他藉由這樣的動作是有 但是你可以看到整個北約的態度非常清楚 他們不願意直接跟俄羅斯進入直接的軍事衝突 以升高這樣一個衝突的態勢 因為其實對於這個世界來說的話 大家真的千萬不要忘我常說的 這個地球上只有一個國家可以毀掉北約跟美國 就是俄羅斯 所以不能輕舉妄動 好雖然說是這個來自於外籍傭兵的部分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北約這當中國家 每個國家的態度不太一樣 這當中法國看起來目前是最鷹派的 然後剛剛講到幾個國家 波蘭、羅馬、尼亞、德國野派訓練人員到烏克蘭去了 我們如何來解讀這當中北約國家的這些舉動 創志哥怎麼看 我們在思考現在北約的行動的時候 要考慮同時要跟歐盟一起思考 我覺得烏克蘭戰爭這件事情的影響性非常非常大 它不是一個局部的小型的一個只是軍事的戰爭 所以它就可以扣扣完全用軍事來解決 首先我們要注意到其實在北約目前來講 從先前我覺得在去年下半年開始 已經開始有在準備未來如果川普 美國總統川普變成是選上的時候 對於整個包括北約軍事跟也是美國的關係 一定會有結構性的影響 我認為開始北約要尋求自己自主 在烏克蘭方面他們自己的主要意志 而不是都是聽從美國的意志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部分我們知道在整個大戰略上來講 很多東西是這樣子 過往如果兩國戰爭 這個戰爭當中要不兩國尋求和平 那麼另外的話就是周邊受到影響的國家介入 那麼這個介入方式有的時候是以理代之 然後去說服 另外一個方式這種介入是某種程度的以戰逼合 或者是更強硬的部分方式 逼你們雙方 那麼大家能夠在談判桌上來談 我想自古以來包括這國際上戰爭 幾乎我們後來回想起能夠解決 通常都是外力介入才能夠和平 所以現在開始是不是整個歐盟 也開始覺得要有更多的意志 那麼這個意志當中要知道 我們在對比兩年前 烏克蘭戰爭剛開始的時候 歐盟是非常小心翼翼的 很多禁忌啊 軍事啊 各方面武器 要不是偷偷摸摸 要不是要繞來繞去 而且都要聽美國的 所以我們剛剛講 這個部分新的來自於北約或歐盟 當中最處理烏克蘭的自由意志 已經非常非常明顯了 但我想這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很清楚 要知道這兩年戰爭 雖然最近沒有媒體那麼多報導了 但是整體來說 對歐盟國家 包括德國法國甚至遠到英國 整體來說包括通膨 包括能源問題 包括等等的經貿產業的 整個國力被牽制 被烏克蘭牽制的影響 並沒有任何的改善 大家儲心幾乎想盡辦法 能夠維持平穩已經都快累的半死了 因此現在說實在也到了 必須包括歐盟或北約國家當中 必須要正式開始 對於烏克蘭戰爭當中 必須要有個deadline 這個部分的意志 這樣子的決定 這樣的行動已經出來了 我覺得這個部分只是 整個開始 我們從習近平跟馬克宏的部分 中法的高層的見面當中 那麼馬克宏是很積極的要求 或很積極的勸請 北京要強烈的來介入烏克蘭戰爭 而現在此刻 北京的部分 普丁跟習近平的見面當中 也確實提到了 比如說和平會議的可能性 對 這些種種的跡象 背後都是北約有自己的意志了 好我們看到整個北約 歐盟甚至到歐盟 整個態度上意志上面 都更加的要做自己 而且表態上面也更加的清晰了 如何的影響戰事 等一下我們持續來關注 就是這場和平會談 地人政治 內中之爭 戰略價值 商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共新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正在環球大展現